品嘗大陸火鍋還登上長城拍攝影片 來自加拿大的網紅博主受邀到大陸拍攝 大陸官方近期邀請不少外國部落客 希望藉此向國際宣傳促進觀光 另外到上海訪問的愛迪達執行官 也喊出對大陸市場很有信心 不過多家華爾街投行在大陸公布八月經濟數據後 紛紛下調大陸今年的GDP增速預測 認為官方的5%目標很有可能會落空 為了挽救經濟 中共中央政治局26號召開會議 由習近平親自主持 大陸官方承認經濟運行出現新問題 要求房地產市場止疊回穩 加大所謂白名單的貸款力度 並推進實施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等 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目標 港股午後升幅進一步擴大 恆生指數曾經上升超過600點 創今年以來新高 政策好消息刺激港股和大陸三大指數 26號午後大漲 其中地產股一路上揚 大陸超過10家房地產公司股票漲停 餐飲住宿消費券每週發放 電影體育消費券每天發放 大陸確實面臨經濟難題 一線城市消費降級問題嚴重 上海大手幣拿出5億人民幣 折合新台幣約22億元 向餐飲住宿等領域發放消費券 希望能夠刺激民眾買氣 TVBS新聞葉居宏 蔡依捷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